各位亲爱的观众,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一集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有少少依依不舍 当然可能在以后日子里面仍然有机会 藉着不同的媒体,特别在刑歌屋里面和大家相遇 但是八幅,今天讲到最后的一幅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回前面七个的福气 今天,既然有点依依不舍 我就会送多一个福气,讲完第九福 如果我们看回八幅之前,那七个福气是什么呢? 让我们很简单的,来很翻温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进去看你自己 喜欢那个题目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当一个人愿意摆下自己 实现自己灵里面有贫穷 他就会接受神的拯救 他就属于天国的子民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定得到安慰 为了自己所犯的罪难过,求神尿赦免 神就会接纳 他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 得到神的安慰 他为罪忧伤,为别人所犯的错难过 神会联敏这个人,安慰他 温柔的人有福了 一个人不容易发脾气 他内心自然会平整 他只会为神,为公义的事发怒 当一个温柔的人,他愿意,虽然有损失 或者被人误会 但他隐让,退让 于是,他就能得到神的祝福 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可以承受地土 飙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可以得到饱足 如果我们渴慕真道,渴慕神的现在至于我们身上 就好像一个极度飙渴的人渴望有水喝的时候 他就会积极追求 神就会被我们得着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能够见到神 我们的心是单纯,我们的心是澄清的 我们不会被杂念蒙蔽着我们 我们就能够跟神有一个好的交往 之前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率 如果我们愿意经历到神的宽恕 神的拯救,神的体贴和体量 我们同样能够用爱去宽恕,体量和接纳 我们就同样得到神的宽恕 当我们看到人有需要,我们帮助他 当有一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神都会透过不同的人帮助我们 所以连率人的人必蒙连率 还有,洗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称为神的疑虑 我们属于神的人 我们因为已经在神面前认罪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有这个和睦 我们有这个平静 我们跟神已经做一次重建关系 但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是去善风点火,挑拨离间 当我们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我们希望可以令到这个人再一次的复和 我们更加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告诉人 使人生命有改变 于是才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这个远辜 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的神去插派独生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 就是成就和睦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就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看到七个福气 你没有留意这七个福气 都有共同的要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拥有的品性和性格 是由我们自己本身而引发出来的 但是第八个福气 是很特别的 不是我们自己外在 内里面引发出来 是外面的人 如何对我们 这个福气是什么 为二受逼白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也是我们很难接受的 被人迫害还是有福 没错 我们先要搞清楚 你不要每次都拿这句说话 去安慰自己 为二受逼白 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自己是无知 我们所犯的错 所以我们受着刑罚 受着审判 以致我们是不开心的 彼得当他写了自己的书信的时候 他说到 如果你因为犯罪而受认罚 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是刑的 只要我们是没有犯罪 我们受这些迫害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可夸 真实的一件事是什么 什么叫为二受逼白 就是你遵守神的界明 遵守神的律法 你一个美丽的生命 但是不等于世人 就会欣赏你 认同你 相反地 就会拒绝你 排斥你 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说 同性戀 是罪 是不道德 婚前性行为 是不对的 婚外情更加可恥 可责 可能我们又被人说我们是食股不化 说我们守旧 甚至是道德的塔利班 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你别想着有人欣赏 我曾经说过一个会友 他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 因为弹性上班时间 他们的部门是签到的 8.3、8.5、8.9 当它是8.9 但他回去的时候立刻签到 但有些人可能迟过去 他说不要了 你留下两格给我 让我们在上面先签 但他又不会做这件事 因为他守着原则 他不可以说谎 总之他回去就立刻签到了 那这些早过去回来的人 结果是怎样呢 他逼着要承认自己有错 于是那些人就恨他 他回来的时候 立刻做事 但是早过去的人 他跟我说 他们把文件放开 喝东西 吃早餐 到九点钟 正式面对一些市民 他才是工作 他没有指责他们的错 但是当他做得好的时候 那些人就不满意他 杯葛他 骂他 为义的缘故 你不肯同流合污 你反而会受到逼迫 这个逼迫很可能 不是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但是人制的关系上的冷漠 人家不喜欢你 或者不跟你合作 就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 我们更加在我们的基督教历史里面 有很多先性先言 因为他们坚守信仰的立场 他们遵守使命 所以往往 他们会受到很多迫害 我们看到旧约的耶利米先知 当他宣告 我们被神来审判 我们要被灭了 巴比伦来了 我们就需要来投降 不要去对抗 他在圣殿说了这篇讲章 引来的后果就是 全国家的人都反对他 上至皇帝军神 下至凡夫走出 甚至同胞 都将他摒弃 甚至要杀他 但仍然要坚持这个信念 我们看到新约的仕途 当他去传神的角度的时候 他被人拉了 被捕下肉 甚至我们看到保罗 怎么被人用石头来扔到 快要死 被人用棍来打他 但是 无论比德 无论保罗 无论神的仆人 他们面对这些迫害的时候 他们在所不计 他们竟然在监狱里面 高声歌唱赞美神 可以坐牢为荣 因为他愿意为神 你有摆上 为意 他受着迫害 耶稣基督很清楚说 杀身体 不能够杀灵魂的 你不需要惧怕 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很短暂 是一个过客 我们要放眼于永恆的里面 如果我因为一些肉体的痛楚 我放弃了我的信仰 我否定了我的神 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在地上不认神 神都不会认我们 于是我们失去了天国 子民 神的儿女 这个福分 所以耶稣基督说 那个杀身体 又杀灵魂的 你才要举怕 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历史 是有一些缺雷史 当我们去到罗马的斗兽场 我们会想到 当我们有很多基督徒 在这里被杀 他们为了信仰 他们来去坚持 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 我们看到当时的人 他们被披着羊皮 在到处流浪 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 他们的财产被剝夺 他们很惨 我分享过我刚去越南 原来有些贫穿的村落 有世界不同的人 他们给一些物品去救济他们 但如果那个是基督徒 他们就收不到 政府所分发的救济品 因为他们不喜欢去信耶稣 他们认为信耶稣的 就是西方的东西 在勾结外国势力 于是就被排斥 为以受逼白 穆子跟我说 有些人就是因为 想得到这些救济品 于是他们不会当面 承认自己的基督徒 有些真的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我当然为了这些人 这样难受 我看到他们的现实是很痛苦 但是 今天我们会不会坚持我们所信的 耶稣说到 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路 是不容易走的 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没有欺骗我们 他说到 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十字架在当时来说 大家都明白 是一个死的记号 绝对不是一个装饰品 他要被钉 血慢慢流出来 他要受羞辱 主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仰 是可以趋吉避空 物质丰富 反而说 你会受迫害 但是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今天 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 我们活在香港 这个环境 或者在美加 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要感恩 至少在政治上 没有迫害我们信主的人 但是你知不知 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 仍然有一些地方 他们信耶稣 他们受到很多的伤害 无论是印度 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 他们都会 被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或者被人的利好歧视 甚至被家族 和他们切割 那个的关系 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有一个爱他的心 面对这些迫害 我们仍然不放弃 为而受迫白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求神给我们 有这个忍耐 有这份爱心 八福 讲完了 但是我再送多一个福给你 讲笑当然不是我送给你 在《士道行传》里面 有记载到 今天神讲过 还有这个福气是什么呢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也是世人完全接受不了的 所以《士道行传》里面 怎么会被接受的更加有福呢 就以新年为例 一个小孩 他拿的利是可能很多 我的儿女 他们拿的利是 当然随着年日的增长 可能会少些 但是他们一定比我多 你知不知道我一年 是拿多少个利是 是不多过六十元的 我妈妈离开了世界 我爸爸封了利是给我 是十元而已 好了 我是大儿子 我很多弟妹 我一个姐姐 还有我姐夫 还有我外父外母 就是这么多 不好 我妈妈死了之后 没有了亲戚了 你想想他们 每人都是十多二十元的利是 其实我真的不会很多 一百元之内 但我弟弟不是 有很多叔叔 我有四个弟妹 我太太 也有五个弟妹 哇 他们多少利是拿到 在那一刻 他们的利是钱是多过我 但是你想想 其实我儿女的财政 丰富过我 还是我丰富过她 我一定是有钱过她 我有能力捐出去 是不是 还有一个程度 我是有福过她 又或者更简单 一个乞丐 你给钱她 是她白白得到你的 施舍 你爱心的献余 但是她接受了 但是你想想 究竟你的地位 你的财富是比这个乞丐多 还是她多过你 当然有些假的乞丐 可能会多过你 所以你就明白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有能力施出 是我的福气 但是当然 其实背后更加重要是什么 如果你用爱心 为人摆上 神是必不兴悍 你失去了 但是你会得到更多 神是会赐福给你 当日教会面对迫白的时候 有些人变卖自己的财产 屋 就拿钱出来 来分给其他人 她失去了 但我绝对肯定 神是会赐更多的给她 说她不是在现今这个世代 但在天国里面 她得的奖赏是更多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愿不愿意用爱心 撕出 你的奉献 你对人的帮助 你撕出 但不是损失 是一个祝福 愿意你 好心地体会到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九个的福气 很愿意都能够临到你身上 当然 其实我都希望你只是拥有八福 是少了 为二受逼白 但其实我又很矛盾 我都想你为二受逼白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得好 是啊 刚来到世间 世间却不接受刚 黑暗是不会接受刚 但是我不是叫你去挑战别人 但是你守住你的立场 说他们守住你的立场 别人不太喜欢你 但是我都觉得 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祝福 因为你已经能够为主作见证 好希望你能够 拥有神给你的福气 好愿意我的分享 成为你的帮助 更加希望能够跟你有机会 在网上互相交流 将你一些感受 一些的领受 或者一些建议 透过电邮 你又给我好不好 好祝福你们 愿意你们有九福的人生 愿意你们不断经历到神的祝福 也好让你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